为什么说萨迦和沙迦是风神的存在 就看俩人这个打斗效果 这哪里是比较 这简直是大型拆家现场 萨迦一拳干平一座雏女公 沙迦的大威天龙巨蟹宫瞬间移为平地 这还只是俩人的常规打击 但遭殃的不止雏女公和巨蟹宫 白羊公也炸了 童虎和史昂这俩个200多岁的老怪物同时放大 爆出的能量把子龙干非不说 整座白羊公也灰飞烟灭 但奇怪的是史昂和童虎的小宇宙也同时消失 这让子龙心急如粉 立马就要去找老师 只因童虎曝光教他成为圣斗士 更重要的是让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可刚跑没几步他就明白作为雅典娜的圣斗士 无论发生任何事他都不能忘记自己的事 而这也是童虎的期望 于是遵从童虎的命令和冰河一起到狮子宫去找小孩 要和他共同抵抗大家 然而一早收到童虎命令的沐已经干到了巨蟹宫 看着被沙迦一道大威天龙风剩下的断地残害 木也不由地倒戏凉气 要知道处女公和巨蟹宫中间还隔着一个狮子宫 这么远的距离也能爆出如此惊人的权力 可让木感到诧异的是 这里并没有沙迦和卡妙他 周围也没有撒人的小宇宙 要说卡妙和修罗被干趴下他心 可沙迦也不见踪影 这让他心生一动 难不成是直接干到狮子宫了 可就在这时木却感到了一股一样的小宇宙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一道念力直接控下 这让木无比惊诧 能在瞬间将自己控下的整个圣域也找不出解 唯一的解释就是名斗士我来到了圣域 难道萨加他们身后还跟着大量的名斗士 果不其然随着人头涌动 以蒂冈特为首的一众名斗士来到了木的身边 但只一句话就让木差点笑出了声 因为这货居然问木萨加去哪了 这让木严重怀疑这帮名斗士的脑子全是吃想长大 跟个人居然也能跟丢 木的嘲讽让蒂冈特极为愤懑 可正当他要出拳时 却被树发流星干飞 原来被木空间投送的星矢又回来 还让木别再传送自己 希望木给他的机会一起保护雅典 木倒是想把星矢再次传说 可问题是他现在根本不能懂 然而俩人无视一众名斗士的聊天方式 让蒂冈特瞬间混淆 一道野蛮冲撞就向星矢奔去 躲开流星后一拳就让星矢起飞 看着人都被放倒了还在嘴硬的星矢 蒂冈特本打算给他好好上上堂 却被一道声音喊停 让蒂冈特把这俩人交给他 蒂冈特只能遵从 只因命令他的是号称冥界之蝶的巴比 在冥界有着让人打寒的实力 随着蒂冈特的离去 木也被对方放了下来 这才看到只凭一道念力就将他控下了怪 仿似一个大型水质不断在他和星矢身边游走 原来这货正是从冥界赶来专门找木单恋的冥界之蝶 为了公平才将他的身体解放 随后一记毒液就喷向了木 仓促间木将星矢推开 利用水晶墙把对方的毒液接下后 直接一记星计毁灭轰向对方 原以为不死也得裁 却没想到对方居然褪去表面进化成了一只巨型毒蛇 这让星矢和木有些发生 不是因为对方恐怖 只因巴比伦的造型太甚 可没等俩人反应过来 就被一记毒丝包裹 小宇宙也只能散发出微弱的气息 即便冰河他们赶来也只有子龙察觉 但因为太过虚弱无法确定是星矢的小宇宙 担心小爱的子龙就跟随冰河向狮子宫奔去 过了好一会木才率先醒来 原来对方的死网不光可控制身体 还能让人无法呼吸 但等到木把星矢唤醒后 却无法感知巴比伦的小宇宙 这让木和星矢极为吃惊 直到上方的声音传来 俩人才发现巴比伦居然也被包裹了解 原来号称冥界之蝶的巴比伦正在完成终极进化 破解而出才是他的最终形态 刚才的毒丝也只是为争取时间而已 根本没想着能将木和星矢控制 随着简体的破裂 巴比伦完成了最终的进化形态 就像一只巨大的蝴蝶出现在星矢和木眼前 这也意味着木即将和首个名都是交手 但星矢却极为不愤要先和巴比伦单列 可巴比伦明显是看不上来 虽然星矢挣脱了巴比伦的念 但最终在木的劝说下离开了巨蟹宫 等星矢离开后木刚要出手却发现 四周早已布满了巴比伦的冥界之地 却被冥界之蝶很快找出 巴比伦原以为有着冥界之蝶的加持 可以让木无法忍 结果木再次消失 这让他有些凝重 因为自己的死亡之蝶 可是有着锁定对手行踪的能力 怎么可能接连俩次都被避开 而且木就算是躲 为什么不干脆逃离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有着冥界之蝶的地方是绝对死的 可他不知道的是 木连着躲开他俩道攻击只是试探 毕竟木刚才被控让他不敢小瞧对手 可木在躲避的同时 已经悄然将水晶网张开 局面的瞬间逆转 让巴比伦有些吃惊 可他仍不相信木能要了自己的命 这让木质疑难道明斗士 都有着穿越生死 可巴比伦却笑 告诉木他们明斗士 和撒加那些亡灵不一样 也是像黄金圣斗士一样 以人类的身份加入 只不过他们的新命体 是因108克魔星的觉醒诱发 也就是说只要魔星觉醒 那么必然会有明斗士的出现 紧接着巴比伦想再次发动念念 却发现不光身体动不了 就连自己的冥界之蝶 也被吸附在水晶网上 这让他陷入了绝望 然而木并没有放过他的打 一道星际毁灭就让他烟消灵散 随后就向狮子宫奔去 可木根本没有发现 一只冥界之蝶正悄然地跟在他身后 撒加的脑子是有多好使 只凭一己之力 就把一伙冥斗士耍得团团转 就在撒加被撒加一记 大威天龙拍蒙后 撒人刚一中招 就隐藏了自身的小宇宙 随后直接收掉了 木不光人没找到 小宇宙也感觉不到 牧师怎么也没有想到撒加就在他眼皮底下 因为身体被巴比伦控制 只能看着这帮人去往狮子宫 等他收掉巴比伦之后 这伙明斗士早和小爱对上 直到星使他们发现了那三个被干死的明斗士 通过身体的伤势才确定了撒加他们已经混入其中 要不说就撒加这个操作不当教皇网友都替他感谢 而这边的蒂冈特刚和小爱一照片 就问他有没有见到撒加 这让小爱有些不明白 通过交谈才知道 原来蒂冈特这货是奉命监视撒加刺杀雅典娜的明斗士 结果人给根丢了不说 还死了撒明斗士 看着蒂冈特一脸没样就知道他被撒加了 可小爱虽然不知道撒加在哪也没必要糊弄这张明斗士 毕竟他们这些货的战力根本不够坎 于是告诉蒂冈特只要是敌人 他这个狮子宫从来都不会放弃 这让蒂冈特质疑撒加他们是穿越了黄金十二宫到达的雅典娜 却被小爱一顿嘲笑 因为黄道十二宫至上古神话时代起 就是用雅典娜的小宇宙创造 不说他撒加 即便念力登顶的墓在这个黄金十二宫 因为有个雅典娜小宇宙的磁场座 也只能不行 小爱的说辞更是让蒂冈特无奈 但找不到撒加他们只能硬着 于是有几个农斗士咆哮着就向小爱冲着 可他们这些人哪够小爱虐待 只一技首到眼前二人的名医瞬间碎裂 接着一发闪电光束拳 五个农斗士集体报销 瞬息间连B5明明斗士的实力 让蒂冈特傻了眼 原先是有着撒加他们冲锋 现在自己却成了炮灰 可如果硬上就凭小爱现在的气势 不出意外也是全村吃习的节奏 眼看撒加这一首桃李将带 就要让这伙明斗士全交代在这时 地福星的莱米出现了 这会是个爬虫 告诉蒂冈特尽管通过小爱交给他 随后一记盾地术就消失不见 于是蒂冈特就带着这帮明斗士呼拉一下 全干到了小爱面前 小爱一看明斗士这帮货这么不惜命的 那他更不可惜 可正当他出手时却感到几股熟悉的气息 这让小爱质疑难道明斗士当中 还有自己认识的黄金圣斗士 可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 身体就被重现缠绕 只能看着蒂冈特他们冲过的狮子弓 而这时的莱米还以为自己拿捏了小爱 却不想随着小爱爆出的气势 莱米的虫带直接断裂不说 身体也被从地底拽了出来 随后就被一道光速终结 而这时兴使他们也赶到了狮子宫 并向小爱述说了路上死了的那三个灵斗士 这让小爱也意识到了 刚才的那股熟悉的气息铁定就是萨迦的 可萨迦的真正目的 他和吴小强还是不清楚 只能留给沙迦 然而由于沙迦和萨迦隔空开大 处女工早已一地稀罪 再加上沙迦又隐藏了自己的小语症 致使蒂冈特他们一伙还以为处女工没人 正庆幸可以无伤通关时 殊不知沙迦早为他们生命划上了倒计时 要知道沙迦虽然信佛 可受人头从不守冷 还没等蒂冈特一伙反应过来 一道天舞宝伦出现 紧接着一道光滑乍线 沙迦像是天神僻逆世间一样出现在他们眼前 周身也被佛陀的金光环绕 使得沙迦看起来更像一位 为世间洗涤罪恶的无相神父 这让蒂冈特一伙集体懵逼 可沙迦哪和他们废话 直接一道天空霸邪打出 差那间无数赤魅王两风有的出 将蒂冈特一伙拉入了佛陀手中的炼鱼 这让蒂冈特无比震惊 还以为是幻解 却不想随着念珠滚动 沙迦告诉他 他这串佛珠上面一共有108颗佛珠 正好明斗士也有108个 而出现在这里的明斗士有多少他就收多少 直至把明界的108个明斗士全部收尽为止 沙迦无与伦比的霸气 让蒂冈特感到他不是在说说而已 而是真有那样的实力 可等他反应过来时才察觉 已经有8个明斗士死去 但沙迦的念珠却黑了11颗 也就是说他们之中至少有3个人即将被收点 这让蒂冈特更是惊恐 可就在这时沙迦又是一道天空霸邪打出 眼看蒂冈特一伙即将被无数幽灵坠入地狱时 结果却安然无恙 沙迦打出的赤魅王两居然离奇消失 这让蒂冈特有些不紧 却发现一个明斗士出现在沙迦面前 更让他不可思议 而这时的沙迦也是震惊眼前之人 居然能将自己的念力封印实 萨迦身上那股无视世间任何实力的霸气喷涌出 使得沙迦瞬间明白 难怪他们的小宇宙在巨蟹宫消失 居然是混入了明斗士的队伍 既然萨迦如此执着 那他沙迦奉陪道德 见身份被识破 萨人也不藏得掖着 同时爆出最强一击 修罗的圣剑卡妙的冷气 外加萨迦的星云风暴急火 向沙迦攻了过去 三股能量的夺命煞气 就连蒂冈特一伙也打到战斗 也明白了这三人 绝对不是他身边的冥斗士 正当他也为萨迦捏一把汗时 却不想随着萨迦一声爆合 急火的中心居然爆出了一道金光 扛下了这致命运击 蒂冈特一伙都懵了 这么猛的攻击都没是萨迦 简直不是人类 可正当他叹服时 却发现萨迦的脸角居然出现了血底 这才知道萨迦在神也是人类之躯 三个黄金圣斗士的急火攻击 且其中一个还是萨迦 这种情况不死就已经逆天了 然而起身后的沙迦一道大威天龙 就让萨迦三人献出猿起 随后一股决绝身然的战意 从沙迦体内呼啸了起 这让远在处女宫之外的小爱也感到不安 因为他感到此刻的沙迦 为了查出萨迦他们的真正目的 已经到了必死的决心 而与此同时 萨迦也面临着真正的战斗 虽然内心从容可容不能把实情说出来 只能面对沙迦那双屁腻苍鱼的眼神 和这个被圣誉誉为最接近神的男人对抗